大家好,我是美国健康健美生活的Jane 今天是2020年9月19号,星期六 我现在大概每个季度记录一下自己的体能 有几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正手引体向上 现在能够做比较标准的三个半吧 第四个有点费力 下面一个是反手的引体向上 我更加习惯一些,能够做八个 但是大家看到第八个的时候 就是咬牙切齿,吃奶的力气都已经使出来了 用油管视频只能是横屏 所以照的不是特别清楚 大家可以在下面找到链接 看TikTok上面有全屏上下看的都比较清楚的 八个,好,谢谢大家 下面一个是宽手俯卧撑 比较正规的俯卧撑 没有稀释或者是推椅子这类的 我的问题还是有一点在于 上肢的力量不是太够 所以这整个过程中不是很润 不是很流畅,而是有点机械性的 一下子弹起来 一共做了十个 最后一两个脖子有点弯 还是以后可以做得更标准一点 而且如果可能的话 可以再做得更多一些 最后一个是心肺功能和体能的训练 这是一个一分钟的波比跳 今天我早上已经跑了一个 1.300的一个比较努力的跑步 然后又做了前面一些动作 所以体能稍微差了一点 做了20个半不到21个 我一般的水平是21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不是我的最佳水平吧 但是没关系,记录一下 希望自己能够保持这样的体能 我也没有很强的愿望说 能够做得更多 但是希望把动作做得越来越轻松 而且越来越标准 就是我的希望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也在下面留言 和我一起进步哦 好,谢谢大家 我爱你 下次再见